那单选式这一题呢 它是一个空间的概念问题 那一开始呢 这里有一个点 它是沿着这个AV在跑的 我们假设这个点叫做P 另外这里有一个点 从C跑到这个D 那这个点叫做Q 然后它们移动的这个速度呢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就来建立这个 它的参数式 我们把右下角 这个叫做000 那这个是X 这边是Y方向 这边是Z方向 所以P点的坐标呢 如果边场是1 那P点的坐标就是1 然后Y的话呢 就是T 这个Z的话是0 所以P设成1T0 那Q的话 就设成这个0 然后Y的话是1 是T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P跟Q的坐标 那我们要看这两点的距离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PQ向量 好 所以PQ向量呢 是负1 然后这是那个1-T 跟这边T 那我们想要看这个距离 那我们就是看这个的长度 所以PQ长度的平方 我们会得到是1 加上1-2T 再加上T平 再加上这个T平 好 会变成2T平-2T加2 那我们可以配方 变成2T平 这个减T 那这边我们再补一个 加上这个四分之一 好 那这里是二分之一 所以最后这边 这里原本有2 所以这里就变成是 四分之一乘二 这是二分之一 所以这边会变成二分之三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个等于是说 它等于2乘上T减二分之一的平方 加上二分之三 所以在T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呢 有最小值二分之三 所以这题就答案是这个选项D 再次